Count這個頁面,我大概想要知道幾個答案 第一個,這個範圍裡面有幾個數字 這麼多,如果不用函數的話,你是要數錯誤的方法 第二個問題是,這裡面有幾個是有資料的 有資料當然包含數字跟非數字 第三個問題是,這個範圍裡面有幾個是空白的 因為常常還需要算空白的 第四個問題是,這裡面有幾個是大於30的數字 所以會有用到四個函數 這四個函數的話,其實各位可以插入函數裡面 這裡是放在統計類的 統計裡面請各位找到C開頭的 Count相關的函數 我剛剛講的那四個問題的答案 就分別是在Count CountA,CountBlank跟CountF 所以第一個,Count是做什麼用呢? 底下有跟你講,計算範圍中包含數字 關鍵字就是數字 第二個CountA是什麼? 計算範圍中非空白 第三個是什麼呢? 第四個是,Counts加if 意思是先有個條件 跟剛剛還蠻像的 Sumif是一個criteria 所以基本上它算裡面如果符合條件有幾個 所以基本上我們就四個問題 如果我先按確定 那我先選一下這個範圍 第一個按確定 53個 隔一個儲存隔 旁邊這邊好了 第二個問題是呢 那我要算裡面 非空白的CountA 這個範圍給它 59個 第三個問題是 我要知道這裡面有幾個空白的 Count什麼呢? Count blank 把範圍給它 OK,按確定 7個 裡面是數字 而且呢 它是 什麼呢? 大於30的 有幾個 Count if 一樣先給範圍 然後呢 條件的話是大於 30好了 OK 那你會發現這個跟 三米弗那個還蠻像的 有沒有 所以以後你只要看到 Criteria 用法基本上都差不多 按確定之後 它會幫你算出來 7個 所以數字 然後呢 有資料跟沒資料 還有就是最後一個 是大於30 大概這些吧 所以我們主要是 利用這個範例 了解什麼? Count的相關函數 那這幾個函數都還蠻重要的 為什麼? 因為只要你會靈活應用 後面我們 向那個黑名單篩選這一題 延伸性的 所以請各位一樣開啟 那個黑名單篩選這一題 那這一題 總共有三個工作表 第一個是黑名單 顧名思義 黑名單就是 我們 要查的東西 就有這麼多 總共的話呢 因為這同學給我的只有兩萬 好像記得是兩萬多 兩萬多筆吧 兩萬兩千多個 他說還不止這些啦 他說每天要找 他說老師有沒有什麼 更快一點的方法 那他每天要查的查詢名單這麼多 Ctrl向下 不過其實不止 我中間有把它斷開 底下還有 因為可能要跑很久啦 所以我乾脆講 他五千多個 我就在一千筆的地方 這邊中間加一個斷點 因為大概查到這邊就差不多啦 一千筆 你只要查得出來 那很快 管他幾筆 一下子瞬間全部查完 但如果你查不出來 你就是 那太浪費時間了 那有什麼方式 那我希望怎麼樣 查完了結果 幫我把結果放到查詢結果裡面 要怎麼做 後面當然 最後做完一樣 我們可以怎麼樣 把它變成按鈕 最好按下去 全部一鍵就可以完成 所以你怎樣 把那個要查的 貼到那個第一個工作表 然後切到查詢 結果按個按鈕 工作結束 那這樣不是很好嗎 可是要怎麼做呢 有沒有辦法做 如何做 OK 請各位試一下 那關鍵 其實就是可以利用一個函數 就剛剛講的 Conif Conif 就可以一次就幫我全部做完了 另外再第二個 配合一個功能叫篩選 篩選完了結果 你把它貼到你第三個工作表 結果就做完了 OK 你要一鍵完成的話 像剛剛有三個步驟 你可以錄製聚集 錄完聚集之後 你做的事情 也就可以變按鈕 那不是很簡單嗎 OK 所以很多東西 可以把它簡化流程 最後變成自動化 那其實我們學的 大概就是這些步驟 那真的也沒有什麼太複雜的東西 學來學去 你會發現我頂多 VBA程式撰寫 大概就是 4回圈 對 4NAS 裡面加一個邏輯判斷if Ls Andif 這前面都講過 然後再了解什麼 Range 跟Sales 有沒有 資料串來串去 後面東西丟到前面丟來丟去 程式頂多就是這些 應該沒有別的 所以你把這些熟練之後 大概就夠用了 但是 還是算入門的 後面還有更多 你如果說要跨工作表 你可以多學一個物件 叫SHIT SHIT 加S 那工作步就是workbooks 工作步 可不可以全部自動化 可以啊 做法一不一樣 類似 所以如果你小範圍會做的話 其他你就如法炮製 差不多延續性的就可以把 資料全部按照你要的結果 其實你只要滑鼠鍵盤能做的事情 VBA全部都能做 OK 所以你說VBA能做到什麼程度 幾乎都可以啦 甚至取代一個人的所有的事情 只是說這個當然你要把這些全部做出來 我覺得價值其實還蠻高的 因為它可以複製耶 對不對 所以你很多東西的話 就可以多很多的產能 很多東西 就你的工作 我把它寫成一個程式 那你的工作可能就被取代了 那你的工作可能就被取代了 有沒有可能 其實還蠻有可能的 OK 所以 言歸正傳 其實試一下好了 黑名單篩選 如果今天你遇到一個像這種 那其實這種類型的需求大概用在什麼地方 就是兩個不同範圍資料的比對 可能常會遇到就是新舊資料的比對 有沒有 像很多同學 新舊資料怎麼比對 真的 比對資料是最累的 我真的還蠻常看到人家在那邊 我在人家幹嘛 我在比資料 左邊一個 右邊一個 然後比一下 看到了沒有 跟你聊天 害我 不知道看到哪邊了 對不對 不過 這種方式真的不是好方法 如果說你要兩個資料的比對的話 那其實用conif很快就搞定了 那請各位先稍微試一下 把剛剛提到的那個contr這個函數先了解 那待會呢 利用那個conif的方式試做看看